我们学习了很多圣经 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能够将这些圣经的学习综合 综合,而我们又会记得重点 我们学过很多就是说 神是爱我们,神是帮我们 第二,我做任何好的事,神都喜欢,神都欢喜,神都接立 而任何的批判都有破坏性,对人对自己都一样 而我能够进步是好事,我就开心了 但是发现到难助,譬如是罪,都是要处理的 就不是说我只是看正面,我都看有没有罪 有罪我就悔改,求主帮我离开罪,真心悔改,神就欢喜 这个就是圣经讲的综合,即是正面的 各方面都是用正面,如果你天天都是这样 即是有些人会怎么办 整两整,又发猛争了,因为他去了批判模式 整两整,又失望了,即是负面模式 又失望了,批判了,没有力了,觉得没有出路 可以有这些一切的 就是很容易跌到那个洞那里 是的,是的 当我们知觉,总之你凡是那样东西令到你没有喜乐 令到你没有力量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就清除了 就想一下,是不是需要这样想呢 不需要的时候,何必这样想,何必折磨自己 其实我们是可以有,基督徒是可以有这个权 是享受生命的,因为神给我们这么多恩典 我们听神说,就算你做得不够完美丽 譬如这样,有个人进步得很快 明明跟他一起信耶稣,他学性已经学得很快 进步得很快,我只是进步一点 都不要进入批判模式 因为人人的恩事不同,人人的生命不同 就算你没有他那么快,不重要的 总之我向各方向去就可以了 但是你找到一个方法进步是好的了 这个好,但永远不是用批判的方式 也不是用一种压逼的方式 是用一种说,我有训练那些传途人 他发觉很容易就会这么说了 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我说你试试用这个方法 你要祈祷,你要祈祷 我就说你试试这样说 神有很多礼物给我们 神预备好很多奇妙的计划,奇妙的恩典 我用个当字,当我们一听话一亲近神 神就欢喜,神就祝福了 那是很大分别的 就不是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祈祷 这句话没错 不过如果动力纯是压力和律法 就是压力来的 而是我们可以说 我一听话,神就欢喜,所以我就可以开心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正面的模式 我发觉不容易 因为我发觉有些传途人,就是我教他们 他一上台一说,又是说你要的 他说了两句恩典 接着就说很多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因为人小到大都是这样的 我又说我都是推动人改变的 不过我是怎么样呢 哇耶稣很疼我的 耶稣很帮我 耶稣和我一起 他就在推动我 他就在教我 他很耐性的 我一听话他就很开心 所以我每天都会享受神 那种动力呢 享受神 轻散的动力 他那种动力呢 就是一有恩典你就要做了 那种就是 好像那个恩典就一个圈套 套着了你就开始做了 那好像我來說 我真的很喜歡神 譬如那個傳導人 他跟我說了之後 我又回應他 因為我一想這些 我就馬上會想到神的恩典 我就想到 啊 神真好 神一直幫助我們 我們經常都可以享受神 那我又進入一個享受模式 啊 我要享受神了 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我都很想幫這個傳導人 能夠享受神 他享受神 他的動力就不是壓力 他就會享受神的動力 是 神歡喜的 神喜悅的 輕輕鬆鬆 開開心心 所以聖經講的是 我的壓是怎樣 容易的 我的淡只是輕省的 靠著加給我的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的 神一定幫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正面模式 還有將這些教導全部綜合在一起 綜合在一起的時候 有人有困難 你立刻可以幫到他 這個希望大家都做得到 你就能夠幫到人 那有些傳良都跟我說 即是說我呢 將那些聖經觀念 好像全部套合 配合在一起 很容易將它說出來 那 其實我講了好幾次 那大家如果記得呢 你就可以將它應用在自己身上 還有幫人就會很快 就很簡單 對阿南 FlexDeal 我會想看 你解釋好幾次 你去找一個人的 你去找一個人的 我會想看 他想看 但我簡聽不通 你會想看 是 說我這個人的 說啊 我會想看 這個人的 說一個人的 說我可以想看 他們會想看 所以我想看 ハン 說我會想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